杭州拱树区吉瑞国际一楼有家沙县小吃 小陈说11月22号上午9点多他来吃早饭 点了一碗7块钱的葱油拌面 加了一个3块钱的煎蛋 当时的话因为它这个虫子的颜色 跟它炸的那个蒜的颜色也比较相近 然后我是吃到差不多 最后吃的差不多的时候才发现里面有一只蟑螂 就是有触角那种 然后有脚上的毛啊这种东西 然后后面才发现 一开始也只是就是有一些迟疑吧 然后后面看了很久才确定说这是一只蟑螂 小陈说蟑螂和油炸过的葱蒜颜色相近 它又是边玩手机边吃的 所以快吃完了才发现 当时它叫来了店员 找了那个食品安全法嘛 退一赔是不足一千赔一千 然后商家的意思就是说 一开始跟店员沟通 店员的意思就是说他们这也是小本生意 他们生意也不好做 这个我都表示比较理解 一开始可能没什么感觉 然后等到他们老板也用这样同样的话术跟我讲的时候 我就觉得是不是说他们 可能也是经常碰到这种情况 然后这种话术都已经比较 呃习以为常了就已经 他说根据什么法律的来讲 嗯 是不是 安全法 啊 第一句话就是说开口要一千块钱 你说这我们做餐饮的怎么可能呢 那你有没有了解过这个相关法律是不是这个条款啊 相关法律它可以到相关部门去投诉哈 他一开口就是讲钱那种 开口一千块钱 后面 呃 算了算了 给你五 给我五把就可以 都第一时间就是感觉就是敲诈那种感觉知道吗 第一时间这出现问题是第一时间我们的错 嗯 对不对 啊 那你呃 你如果可以我可以退了 可以退当了 要不然出现给你换一碗 呃 你要其他补偿 我说买点水果给你吃也可以 或者说你要去医院去警察 都行 是不是 小陈说一开始还想着沟通赔偿 但现在关注的重点变了 因为发生这件事之后 他发现周围有其他人也在这家店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后厨这边有没有去问过师傅怎么回事啊 有 那后厨像我们这店经常都有打扫啊 就是说很多有些东西从下水道爬出来也有 也有 我们也怎么 这个东西啊 这个葱油是现炸的还是炸好放在那边的 葱油啊 这个我们是有炸一锅然后用分泌干好的那种 用一个锅 就是会提前炸好放在那边是吧 对对对对 赔偿的方面我是没有什么要求的 主要就是希望一个呃 当着媒体的一个道歉吧 包括还有就是对于做一个保证吧 当着媒体的面跟你说一声对不起 好吧 像我们店里都有一个星期啊都有打扫一次 所以说我这店你可以去看一下后厨都很干干净净的 比如说或者是每两天我们下水道要消毒一次的或者怎么样 有的有的有的 所以以后以后我们都会常规一个常规的一个一个方法了 对我的意思就是说能不能有一个常规的东西去做这件事情 有啊也会会的这点我们会的哈 要不要把黄金眼记住报道 有的物不衷 材料 不能让隔壁 你们可以是不是 something 一个 使